冉满鲜血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各国在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海外的殖民扩张 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 在二十世纪初 世界基本被瓜分完毕的局势下 帝国主义过度期内 各个国家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新旧殖民者之间 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秩序划分不对等 又是矛盾激化 一场叫嚣着重新瓜分世界 和争夺全球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 随之爆发 这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的主导者 是欧洲的协约国和同盟国 大战波及欧洲 太平洋 中东 地中海 与非洲 亚洲等多个地区 是欧洲破坏心最强的战争之一 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 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耗尽 三国通盟 和三国协约 十九世纪末 世界局势已动荡不安 各国都在为自家的利益 积极地寻求外援和帮手 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德国扬起了向英法挑战的大旗 1890年后 匹斯迈下引 强盛的国力 让皇帝威廉二世野心膨胀 威廉二世早已对世界 被老牌殖民大国瓜分殆尽 强烈不满 妄图将柏林变成世界的首都 于是德国拉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 开始向英法的殖民霸权挑战 奥地利被排除德意志之后 和匈牙利一起组成了双元帝国 奥匈帝国 奥地利的实力不容小却 曾被视为最有可能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任 与匈牙利合并后更是实力大增 称为新兴列强 奥匈帝国在向东欧扩展的过程中 和俄国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而俄国以泛斯拉夫主义名利自居 试图将整个东南欧纳入自己的麾下 和同样在东南欧的奥匈帝国发生了冲突 意大利与法国 奥匈帝国也存在着矛盾 处处代价而沽 意大利与法国在突尼斯问题上发生摩擦 战败后的意大利一气之下接受了德国的拉拢 意大利为了防止法国入侵孤立无援 而加入了同盟国 但其却是三心二意 看形势处事 这也是意大利在世界战争爆发后 之所以反水 投入协约国作战的主要原因 德国在匹斯麦掌政时 本与俄国签过再保险协约 但是匹斯麦下野后 该条约便失效了 原因则是执政的威廉二世 有反俄立场 而俄国亦对德国有不满情绪 于是德皇威廉二世 采取了新的政策 他与奥地利达成了秘密协议 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野心 并拉拢意大利 三国在1882年5月20日 签订了联盟协约 三国联盟的缔结 标志着欧洲列强两大对峙 军事集团的一方 出稿行程 德国的行为引起了法国和俄国的猜疑 面对三国联盟的威胁 法国与俄国很有针对性地签订了合约 俄国在19世纪末进行的工业化改革 需将资金流入法国 而法国在俄国投入了巨额的金融贷款 更为迫切的是 德国的迅速崛起 使法国面临着被侵袭的威胁 法国此时非常需要外援 而与俄国结盟 则可以使德国处于抚慰受敌的状态 于是 双方抱着互赢互利的想法 于1891年签署了协议 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战争政策 英国已有威胁的感受 于是英国开始调整对外关系 19世纪末期 无比强大的英立国采用光荣孤立政策 然而 随着帝国主义国家战争的逐日加剧 英国意识到受孤立的危险 因此 英国在1902年以后 便放弃其孤立的政策 开始积极缔结盟友 英国在一开始时 同德国示好 但遭到了德国的拒绝 这也是英德矛盾的开始 此后 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和德国在远东的发展 便与日本签订了合作协议 但对于想维护自身霸权的英国来说 单单与日本合作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 英国开始调整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 英法在非洲的争抢问题上 渐渐有了解决的眉目 最后两国交换了有关非洲问题的解决意见 签订了制成协议 这个协议减缓了两国多年的摩擦 随后两国因摩洛哥危机 联系变得更为密切 三国协约的英法 于1904年签订了协议 而法额早在1891年 便签订了互助协议 1907年英俄签订了协议之后 三国便商定了互相谅解和互相支持的协议 自此 三国协约正式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方 在此宣告成立了 三国联盟和三国协约的纷纷独立 也表明了欧洲正式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世界的格局 再次也宣告将要改写 世界第一次大战 此时只需一个导火索便会燃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 1914年 德国建议奥匈帝国利用俄国处理国内矛盾 无暇顾及巴尔干半岛的时机进攻塞尔维亚 奥匈帝国随后在临近的塞尔维亚边境的萨拉热窝 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6月28日 演习结束后 奥匈帝国皇储斐利兰大公及夫人 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普林西普刺杀 这就是震惊欧洲的萨拉热窝事件 一个月后 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 以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为借口 向塞尔维亚宣战 紧接着 俄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相继投入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打响 萨拉热窝事件之后 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酝酿已久的战争终于爆发 战争主战场定在欧洲 英 法等国军队与德军在西线对抗 俄国军队在东线与奥匈帝国和德国军队对抗 其中 西线战线的局势对整个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战争的进行 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入了联盟国作战 意大利在得到战后扩张领土和殖民地的许诺后加入了协约国作战 1914年为战争的第一个阶段 德军根据早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定好的实力分计划 先发制人地 在西线对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 但后来在英法两军的奋力反击下 德军在马恩河战役中遭到失败 1915年后 西线陷入了战壕对峙 1915年至1916年是战争的第二阶段 双方都将1916年看作决定战争成败的一年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三次大型陆上战争 和海上战争都在这一年打响 即西线的凡尔登战役 索姆河战役 东线俄军的夏季攻势 与英德之间的日德兰海战 1917年至1918年 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退出驿战 一直作弊上官的美国加入协约国 中国、日本等国也相继投入战争 协约国的阵营增加到27个国家 同盟国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1918年11月 德国宣布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 日德兰海战 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 英德双方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北海海域爆发了一场大海战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 也是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唯一一次全面出动舰队主力的决战 在这场海战中 德军以较少的损失击成了更多的英国舰船 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 但英国海军却将德国海军封锁在德国港口 使德国舰队在战争后期毫无用武之地 日德兰海战后 强大的英国牢牢地控制了制海权 三大战役的惨烈争斗 战争是灾难的源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是无法计量的伤痛 一战中爆发的著名海战和陆战堪称惨烈 其中最著名的三大战役 马恩河战役 凡尔登战役 索姆河战役 被历史认为是生命最伤痛的疤痕 马恩河战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的西线战场 其前后两次激烈的战斗都被称为马恩河战役 第一次战役又叫做马恩河奇迹 第二次战役又叫做雷姆斯战役 马恩河奇迹发生于1914年9月5日至12日 英法联军打败了德意志帝国军 雷姆斯战役发生于1918年7月15日至8月6日 是西方战线中德军最后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战役 此次战争 法军领导的联盟军队在马恩河向德军发动了反击战 接连征战的德军由于其总司令指挥不当 加之士兵们疲惫不堪而被法军制服 德军遭受了严重的伤亡 共损失22万士兵 而英法联军也损失了26.3万士兵 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坏性最大 时间最长的战役 战事从1916年2月21日延续到了12月19日 德法两国投入100多个师的兵力 军队死亡超过25万人 50多万人受伤 历史称这次战斗为凡尔登绞肉机 凡尔登战役的战场为法国凡尔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德国未能迅速取胜 欧洲战场在西线形成胶着状态 交战双方谁都无法前进一步 德国同法国的几次交手也未能如愿 最后德国决定攻打有巴黎钥匙支撑的凡尔赛 若拿下此地等于直刺法国的心脏巴黎 法国也必因此重伤失败 那时英国和各国便也将身负重伤 于是德国悄悄地派遣部队集结在凡尔赛 而冥命上做出要攻打通往巴黎的另一个城市 湘贝尼的举动 法军也真的上当了 最后德国的行动渐趋明显 英法联军终于看清了德军的真实意图 但此时德军已集结了庞大的军力 法军则慌忙下令增兵凡尔赛 赶来的军队与德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随后凡尔赛战争爆发 德军有27个师 并用1000门大炮对法军进行疯狂的攻击 而法军仅有11万人 270门大炮 最后法军拼死抵抗 才勉强挡住了德军的进攻 德军第一天将战地推进了6000米 但却没能拿下凡尔赛城 因此错失了最有力的时机 此后法国的援军赶到 德国也继续增加兵力 双方都摆好了拼死激战的态势 拉锯战也由此上演 战斗进行到4月 双方的兵力终于相当 此时德国军队已焦急万分 于是德国皇太子亲征 并首次使用了毒气弹 但仍被法军一次又一次地挡住攻势 1916年7月 德国进行了最后一次进攻 亦被法国挡住 此时德国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优势 到了1916年秋天 法国开始反攻 德国投入兵力过多 战争进行到1916年秋季 德军已经元气大伤 并且不断地败退 法国则逐渐收复了 凡尔赛以东的大片势力 最后凡尔赛之战以法军的胜利为结局 但此次的大战使凡尔赛成为了人间地狱 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战后 法军损失了54.3万人 德军损失了43.3万人 战场之上到处都是断壁残骸 面目全非支离破碎的尸体数不胜数 所以这场战役便有了绞肉机之称 幸运的炮弹 在凡尔登战役中 德军的一千门大炮是最锋利的武器 由于其杀伤力过大 使法军遭受沉重的打击 而法军因炮弹不足 只能对德军的炮兵阵地和重兵集结地进行报复性环击 据记载 凡尔赛在进行拉锯战的一天 一名法博士兵 不知是填错了弹药型号 还是弄错了大炮尺寸 将一发炮弹不歪不斜地投到德军的炮弹库 煞事件 一战中最大规模的爆炸开始了 随后德军的炮弹库只留下了一片焦土 凡尔登战役 法军最终取胜 那枚歪打正着的炮弹 着实是功不可没 索姆河战役 索姆河战役爆发于1916年7月1日 此次战役是一战中规模最大 伤亡最惨烈的一次战役 参战双方的伤亡人数 总和约有134万人 其中英国损失了45万多人 法军损失了34万多人 德军损失了53.8万多人 此次战役使英法联军 为了突破德军的防线 牵制其兵力 减少德军对凡尔赛战役的兵力投入 英法联军以损失79万人的惨痛代价 压制了德军的防线 也为凡尔赛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有力贡献 但英法联军始终未能达到击溃在法国北部的德军 战争仅仅进行了五个月 便有134万人的伤亡 索姆河战役也因此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历史足以证明 战争向来都是悲痛与罪恶的源头 世界级的大战 简直是毁灭生命最为可怕的人为斗争 假如世界的利益争斗都是以文明发展为基础的 一切都是建立在理解与共农之上的 那这样的世界想必不会有那么伤痛与丑恶 协约国惨胜收局 1918年11月 德国宣布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 参战的各国以及被波及的国家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大战历时4年 30多个国家 15亿人口被卷入战争 伤亡人员3000万 经济损失3400万美元 此战无论对于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而言 都是非正义的战争 交战的最初原因是因为帝国主义之间分赃不均 尽管战争中也有出现了塞尔维亚 是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发动的民族之战 但这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当然 一战并非全无是处 它促进了亚非地区的民族觉醒 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变动 战争也加快了很多现代武器的研究等 但这些益处与战争的弊端相比 仍旧显得微不足道 1918年11月11日 协约国和同盟国宣布停火 随后战胜国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争吵后 与法国凡尔赛宫签署了凡尔赛条约 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对南斯拉夫父母的领土要求被拒绝 便退出了和会 从此之后 巴黎和会实际上是被美国总统威尔逊 英国首相劳和乔治 法国总理克雷蒙索三巨头控制 由于法国与德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矛盾 和战争中德国对法国造成的巨大创伤 法国主张严惩并最大限度的削弱德国 英国出于传统大陆军事政策 希望能保留一个相对强大而独立的德国 以制衡欧洲诸国的发展 美国则希望通过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 建立国际联盟以维持国际秩序 增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干预能力 同时不主张以太过苛刻的条件激怒德国 主要战胜国长期争吵后相互妥协 最终签订了凡尔赛条约 整部凡尔赛条约共440条 包括15个部分 德国损失13.5%的领土 12.5%的人口 16%的煤产地 及半数的钢铁工业 和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并要支付大量赔款 德国的军事力量也遭受到严格的限制 禁止实行义务兵一制 陆军被限制在10万人以下 不得拥有重型进攻性武器 不得拥有空军、海军 莱茵河东岸50千米内 德军不得设防 巴黎河会中 主要战胜国按照自己的意志 对世界进行重新划分 忽视弱小民族的正义要求 凡尔赛条约 对德国进行了掠夺式的制裁 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法国元帅、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西 听到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称 这不是和平 不过是20年的休战 不想后来竟一语成绩了 一战后的法国 法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取胜的大功臣之一 可真称的上司大出血 四分之一的轻壮年男子战死 三分之一伤残 经济已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虽通过一战再次确立了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但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得相当悲惨 作为陆军西线战场的主阵地 法国多个城市都成了战火的燃烧地 著名的凡尔赛战役 就将法国的凡尔赛城变成了人间地狱 一战中最大规模的索姆河战役 也是发生在法国境内 其东北地区发达的工业城市 也几乎在战火之中被摧毁殆尽 田园荒芜 八十多万栋房屋遭到破坏 大量的铁路、运河、公路不能通行 工业发展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削弱 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达到了两千亿法郎 法国在一战中可谓是惨胜如败 世界第一次大战结束后 法国面对损失惨重的局面 对德国恨之入骨 要求其做出大量赔偿 德国签署的近三百三十亿的赔款条约 其中约有一半是支付给法国的 虽然这些赔款远远地超出了德国的支付能力 但作为一战的主导者德国只能接受 然而德国在向协约国支付完第一笔赔款 就故意百般拖沓 借口财政破产 要求延期支付赔款 实质上德国是将国内的资金流向国外 政府与德国的金融家们串通仪器 故意制造财政赤字表明其没有支付能力 而且也使得无法监察其预算 作为损失严重的法国来说 收不到赔款 无异于给国内衰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法国为迫使德国支付赔款 于1923年1月联合比利时出兵了德国的卢尔工业区 企图掠夺卢尔的煤和铁 以此作为德国拒不支付赔款的抵偿 可是德国政府下令实行消极的抵抗政策 并付钱给工人 让他们不要上班 由于法国国内钢铁生产需要卢尔的煤矿资源 德国的消极抵抗 直接导致了法国国内铁产量下降了35% 因此 法国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 反而倒贴了十亿法郎 才得以继续进行此次军事活动 而在国际上 美国由于支持德国的经济恢复 借给了德国大量贷款 美政府担心投资打水票 便要求法国撤兵 而英国也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取得霸权 故英国也进行干预 因此 法国的这次军事行动最终反败 法国的这次行动 也导致了执政六年之久的国民政府倒台 国内的财政危机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直到二十年代中后期 法国都还面临着国内通货膨胀严重 国债迅速增长的重重压力 法国在一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 使其衰落得极为严重 虽然表面上法国作为一战的首席功臣 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 但实质上 法国也因为再次登上世界霸权的光荣榜 而被其他国家提防 更为不幸的是 法国在企图彻底压制德国的发展失败后 为了防止德国崛起后 发起报复而建立的安全体系 也接连失效 在此种情况下 法国随同英国 一起实行了孤西洋间的绥靖政策 正是这种种原因 法国一步步地掉入了深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